你的information臭味 不是要提告 提告憲哥告他 憲哥我抓了 憲哥我抓了 還在哪兒 真的假的 好… 就這樣支持實名字 你亂罵人以後助力 對 好… 我自己說話 好不好 還有那些救毒官員 你要點一點好不好 人 首先 為什麼要網路實名字 因為這樣才可以減少霸凌的發生 在我們的真實生活當中 如果呢 你去打人攻擊他人 你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但是為什麼在網路上 你言語攻擊他人 讓他人身心靈受到損害的時候 或者他工作受到影響的時候 就不用負責任呢 所以網路的這個實名字是必須的 男涵他們 因為網路霸凌所以實施了實名字 可是丫頭你知不知道 你覺得 男涵的網路霸凌有因此減少嗎 在男涵實施網路實名字之後 毀謗的言論 原本13% 後來降了1%而已 但是剛剛的數據的確是減少了嘛 所以代表這件事情是有量的 1%也是錢 1%也是1% 我們的數學是... 我們等一下會往後比較 你去... 因為我聽到的就是減少 所以是真的減少 我如果上一些 比如說現在有一些PornHub這些網站 我有需要實名字 讓大家知道 我現在是在上什麼網站 我看什麼 如果有一天PornHub的這個各自外線 我的隱私權 或者是我個人的喜好 不屑也都被別人看到了嗎 我不知道你知道 南韓後來他們大法官就視線了 他們說 網路實名字嚴重違反了言論自由 政府不應該要知道個人的行蹤 所以 後來呢 他們就取消了實名字 因為我們不是南韓 我不要再講韓國好不好 我們這邊就是台灣 你一直講韓國的政治立場 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們台灣應該只用我們的這個法律怎麼做 其實現在Facebook跟IG 它是一定程度的實名字嘛 那如果現在Facebook跟IG 是一定程度的實名字 那為什麼Facebook跟IG上面 還會出現網路霸凌的問題 所以你們想要透過實名字 來解決網路霸凌這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可行 我就是真的提告過的 AFP就是因為它是實名字 所以我覺得這裡很好 因為我是可以提告這個人的 但是我們現在討論就是 沒有全面網路實名字 所以很多地方我提告不到 比如說很多網路底下的留言 它不需要實名字 它就是一個訂稱進去 它隨便申請一個 假的那個 假的一個信箱進去 它就可以隨便留言 所以這沒有辦法做到實名字啊 但是你如果在Facebook上面買過東西 然後被人家騙 我唱會被人家騙 從來找不到35% 等一下我先糾正詐騙 詐騙是你丟人罪 不是在網上 不是在網上 你就快不丟人稱公主的代表 我們是詐騙 你有話想說卻苦無發生的管道嗎 你對事情有不同的見解 卻無人傾訴嗎 年輕學子們站出來說出你的想法 讓我們聽聽年輕人的心聲 鬧變風向 強力徵求學生辨識 只要你敢說 我們就敢要 趕緊拍攝影片 然後發送到我們以下的信箱 就會有專人跟你聯繫 還有還有 別忘了訂閱我們鬧變風向的YP頻道 按讚 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們精彩的辯論哦 各位朋友 鬧變風向 趕嘴就來辯